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普陀区的真如正 真如正的名称来自于真如四 所以在介绍真如正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真如四 真如四的得名来自成为时论卷九 里面有一句话 真为真实,显非虚妄 如味如常,表无便意 为此真实,与一切味,常如其性 故曰真如 真如古寺始建于南宋嘉定年间 原来的位置在现在宝山区的大厂附近 名真如院 元朝延幼七年,也就是1320年 搬迁到了现在的位置 在1979年的大修宗发现了元代的末字提记 证实了真如四元代建筑的身份 现在的真如四大殿是上海现存最早的寺庙建筑 而且是上海地区唯一的元代木建筑 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 是我国重要的古代建筑 入列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正如古寺当中有一颗与寺庙同龄的银杏 见证了真如四七百多年来所经历的兴衰荣辱 听当地的老人说 这棵古树具有灵性 所以前来静香的信众们都不会错过在灵树前起个愿 真如古寺当中还有很多吉祥歌 这些歌子也都很有灵性 听经文法后 七生于四不愿离开 寺庙也本着慈悲护生的精神 为他们迎见了七夕之所 使他们免遭露宿之苦 在真如四古老的回廊中缓步而行 仿佛能捕捉到历史的低营 感受到时光的清清流淌 这里不仅是一个佛教圣地 更是一处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地方 一个洗涤心灵的清净之所